大马涉嫌机构Perkerso上个月给予 没有向当局注册的雇主一个月的漂白时间 这项宽限期昨天一结束 当局今天起在全国同步展开2019年侦查行动 取缔没有遵守涉嫌机构法令的业者 大马涉嫌机构今天在全国同步展开 第11次涉嫌侦查行动 截至中午全国突击检查了1080名雇主 开出96张罚单与媒替员工缴涉嫌的雇主 在槟城 涉嫌机构伊哥穆哈默阿兹曼 更是亲自带队 在乔治市突击251名雇主 当场开出18张罚单给为立业者 根据1969年雇员涉嫌法令 雇主即便指聘请一名员工 不管薪水多少都必须在30天内 向涉嫌机构注册缴付涉嫌费 不过一些雇主通常会以不知道 不确定和经营小生意为由 来合理化拒绝为雇员缴付保险 截至去年12月31号 共有61万3860名雇主向涉嫌机构注册 共有717万名员工享有涉嫌保障 但全国还有10%的雇主没有为员工注册涉嫌 而在3月的漂白期间 一共有7508名雇主向当主注册 比2月的5147名雇主增加了48% 若雇主为例 该机构将发出借股500至4000令吉的罚单 有关雇主若再被法庭定罪 则可被罚款不超过1万令吉 或不超过两年监禁或两者监失